小房人员在救护车旁排成一字人墙 仔细看两名永销没了呼吸心跳 躺在胆架上要紧急送一抢救 现场气氛民众 有人难言悲痛情绪 也有同仁在心中助导 判奇迹发生 因为万万没想到 一场看似频繁的打火行动 却发生意外悲剧 回到火警发生 当下小房队进驻地下室一楼 管道间还能看到橘红色火光 小房员拉水线灌旧 农烟却不断往上窜 而大楼外云梯车升空 帮忙搜救疏散主护 独民火警意外 发生在新竹市东区 慈云路上的这栋大楼 26号晚上10点55分 地下室电缆卸起火 小房队到场后 约半小时就扑灭火事 但因当时传出住户受困 有载厨等无组人力 住内搜救 其中一组消防员 李永珍周立新 二度进入大楼 徒步走到八楼 但25分钟后 就传来空气瓶号 进Mayday求救讯号 直到消防队派人搜索 过了35分钟后 才发现两人倒卧 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间 送一笔救扣人 宣告不知 电缆线燃烧 就是它会有一些 毒性的气体 包括胶油 带奥心 研判应该是同仁 最后因为空间的一个迷失 以及浓烟的一个状况 他们受不了了 一次放置电缆线的 电力限价起火燃烧 导致大量浓烟 就从管线间 探上整栋28层楼的超高建筑 让在场的351名住户 历经一夜惊魂 虽然最后全数平安脱困 但狼民骚访员却因此不幸殉职 预警系统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设备 有没有疏失 整个的救灾的程序 或者救灾装备上面 有所不足的地方 能不能用更比较科技化的方式呢 来减缓火灾 所产生的后续的影响 火警是否涉及人为疏失 还要调查 但永宵为了救人 命散火场 也让家属通人 悲痛万分 难以接受 进行完章界 文章妹子采访